镜头转到古山区 古山区的民族里呢 他们有一块利用旧宿舍 拆除之后的空地 任养出了一个叫做多功能的公园 尤其是经过志工 还有里长的右心规划 这个多功能的公园 不只有沙坑生态池 还有大片的绿地 可以说是里内非常重要的 绿美化的地方 但是最近却传出说 市政府有意要回收这块土地了 地方除了感到很不舍之外 也期盼有机会能够保留下来 志工与里长在里内的公园 认真地做清理打扫 这座位在古山区民族里的 多功能公园 场地原本是块旧宿舍 经过驱工所与地方的努力 好不容易才争取成为公园 但现在却传出土地可能要被收回 令里民感到十分不舍 很不舍 因为里面都没有外团的空间 所以我们刚才有这个地团 人们要做外团的空间 这不及我们民族里那种 尖隆里来为里这些都 都有那种在这个所在外团 这只有只有这块而已 这块因为你来都外团的空间都没有 看着公园内后来陆续新增的儿童玩耍 用沙坑以及生态池 还有种的满满的植栽与绿树 未来可能因为土地收回全都复之一具 地方里长表达里民不舍的心声 也期盼未来能有机会变更地木 让这块土地成为真正的绿煤化用地 这一个讯息让我们真的是很感觉的很错愕 因为我们社区真的真的没有一块绿地 可以让我们这边的社区居民 尤其小朋友年长者来这边运动 很难得我们这260瓶这块地 我们把它经营得这么好的话 我们是很期望 尤其我是代表社区的居民 很期望说市政府再重新考虑 是不是能够把这块地变更为绿地公园 未来民族里的里长朱春慕 也将持续为里面发声 表达期盼多功能公园 能就地保留的决心 港督信黄子天 潘志光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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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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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